嗨 我是寶可夢 今天呢 我要再來重新做個小補充 因為我們今天直播的時候呢 就發生那個畫面忽然間斷訊的問題 所以後來我就回家重新試了一下 然後我的工程師跟我講說 其實你這個影片的部分 你這個iPad的部分 如果你把它重新就是開機 其實你就可以了 所以我還是希望能夠 然後就是又一個簡單的方式 能夠跟大家分享說 到底我們今天完美呈現的直播狀況 到底會是怎樣的影片 因為等到我們解決問題的時候 已經快要12點了 所以我就不開直播了 但是我還是簡單的把想要講的東西再講一遍 那隔天早上你們還是可以看影片的方式 來就是重新的來溫習這一塊 來 小資族到底要存多少錢才能退休 這是我們今天很重要的一個討論的議題 那你可以看畫面 就是我問了大家一個問題就是 你覺得一個月你要多少錢才能夠 就是比較舒適的過生活 那在直播裡面大家也有講到說 其實3萬塊左右就可以過得很好的 如果你是夫妻有小孩的可能要5萬塊 那根據你自己本身的這個需要的 每個月的退休的金額多寡 那你就會決定你自己本身所需要的本金有多大 那我在這邊呢 我用這個投影片呢 是跟大家講說 如果以3萬塊來講 一年就36萬 抓收一點就是40萬 如果你要讓你的投資組合 一年產生40萬的利息給你 這個利潤給你 你到底要存多少錢才能夠產生這樣的現金流呢 所以這地方呢就是 接下來是廣告時間 就是跟大家講說 其實永豐大戶的部分 今天已經抽出90組了 5月21號開始可以來就是 重新登錄來抽其他的10組 救護的部分 所以新戶沒有中獎的 也可以來參加活動這樣子 好 那有沒有能夠讓你年齡40萬的投資組合呢 其實是有的 其實看這邊 我有寫到 其實全球股市平均成長7到10% 那麼其實最簡單無腦的投資美股 比如說VT再加上這個 VT其實就可以了 那另外一個 因為如果你在移求額上面投資的話 其實你是沒有這個VT的選擇 所以你可以選擇VTI再加上VGK 你一樣可以做到這個投資全球股市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要提醒大家就是所謂的資產配置 就是說股票跟債券的比例的話呢 就是不要全部都投在那個股票 你還是要有一些在那個債券的部分 才能算是你的某一種程度的防禦性資產 所以比如說我現在的比例就是75比25 那他投資出來的成效就還不錯這樣子 那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一下我的eToro的投資標的 再來的話呢 如果是以年停均成長率為7%左右的市場來做投資的話呢 你大概要存多少才能夠拿到 這邊有寫到就是40萬除以7 就是大概只要570萬左右 你就可以每年產生大概40萬左右的金流 那你就是可以靠這個過火了 那不會再提取你本金的情況之下呢 你其實這個錢是可以有點像搖錢數一樣 錢就可以一直拿一直拿 我覺得這個也是蠻不錯的 那下一個 好 到底你要怎樣才能夠存到511萬的本金呢 好這個數字當然聽起來看起來很恐怖很大 但是事實上也沒有你想像中那麼困難 比如說除以10的話 你就是一年除50萬 你就有可能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好 那另外一點就是說 我們小資主可能一年都沒有賺到50萬 怎麼可能可以存50萬呢 好 所以我在這邊我就是提供大家另外一個思考 就是說寶可夢的這個月薪大概才三四萬 但是呢 我還是可以存下這麼多錢 為什麼 因為我願意花我很多就是自己下班的時間 甚至現在再重新錄製這支影片的時間呢 也是大家應該要休息的時間 但是我還是願意再重新講一次這個很重要的議題 就是來跟大家分享 你其實可以利用你自己的零稅時間 你的下班時間 你的休息時間來從事你的副業 讓你的副業為你賺取更多的報酬 你再把這些報酬投到市場裡面去 它其實就可以很快的來進行這個複利的動作 你就不會像你只靠你的本性一樣慢慢的存一點存一點 其實這樣的收入都太慢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投資的進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真的要像就是這些什麼銀行啊 然後這些廠商跟你講說你就是要慢慢投3000 投個30年 然後等到你好不容易存到一筆幾百萬 然後再來用這個錢來做退休 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我建議你應該要盡你所能最 盡力最大最大的力量就是 趕快先存到一筆錢 比如說這筆錢的目標是571萬 你先存到571萬之後你就輕鬆了 接下來的話你不用被綁著朝九晚五的生活 你只要過你想過的生活就可以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不要聽信銀行講的話叫你慢慢存慢慢存 那你這段時間你永遠都會當他們的奴隸 好不好 你一定要想辦法儘快讓自己的退休時程 縮短到10年縮短到5年 甚至是3年之內存到你想要的那筆錢 那麼你接下來就可以靠這些錢過你自己想做的生活 我覺得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到底如果要存到571萬 或者更遠一點到底要如何存到1000萬 這都是我們接下來要討論的 再來的話就是神奇的負利齊爾法則 其實有講過了 就是72除以你的那個負利率 你就會知道你大概多少錢本金會犯一倍 所以你剛剛講的7%為例的話 你就是要存10年 你這個錢放在市場10年它就會犯一倍 100萬放在7%的這個投資商品之內 10年之內它就會變200萬 所以你用這個數字的話你可以去算一下 你第一年投100萬第二年投100萬第三年投100萬 其實你的錢不會說存10年高1000萬 而是當你存到第10年的時候 你的錢其實早就超過1000萬 所以其實是這個意思 所以這部分的話就是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參考數據 大家可以去看這樣子 就可以知道說到底銀行跟你講的負利率 這個報酬率多少 你這樣你買這個投資商品 你大概多久可以翻一倍 所以基本上低於7%你都不用參考 因為沒有價值太爛了 神奇的負利率七二法則 這邊講到年利率7%的話 72除以7大概7年可以翻一倍 那麼年利率10%的話呢 72除以10 大概7年左右就可以翻一倍了 那麼這邊的話呢 就是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 我也順便就是 剛好這個iPad可以畫圖 就直接畫給大家看 這個本金多少 這邊有寫到 比如說這個6萬的意思呢 它其實是你一年 存6萬的意思是 每年存 每個月存5千塊 一年就是6萬吧 所以 以負利率七八來講的話 你第一年的6萬 在第二年就會變成6萬4千2 6742吧 那你持續這樣下去的話呢 每一年每一年再持續的滾幣下去 當你的第一 第一年的這個6萬塊 它到底跑到第10年會多少 你這個經由數據跑出來 你就會發現其實第10年的部分 你看118029 這個意思就是說 6萬就快要收成12萬 11萬8嘛 所以我覺得 這個七二法則的這個 負利呢 這個 它的這個公式其實是你可以去參考的 因為 你用這個數字 你可以不用去 代入一些公式去套 而是可以很快速的去計算出來說 你的錢大概多久會翻一倍 那剛剛講到的是7% 我來舉個例子 比如說 你用的是 你買的是10%好的 你的這個負利率更好 那麼 你一個月存5千 一年存6萬 你第一年可以拿到多少 第一年就66 好 就是直接漲6千吧 好 那跑跑跑跑跑 然後第10年多少 15萬多 你6萬塊錢 你放10年 其實就變15萬 這成長率大概是13多%吧 好 很厲害 所以我覺得 這個負利這個東西的話 就是你真的要很 很注意 它其實真的沒有你想像中的 那麼的不值錢 它真的很厲害 但是 前提是你真的要 認真的開始存錢 並且把錢放到市場上面去 這才重要 不要太保守 太保守對你來說都沒有用 我覺得 就是這個樣子 好 好來 那下面這邊有一個期末中指的 本利盒到底怎麼算呢 就是期初本金加上利息 然後 期初本金 乘上某個利率之後 一直不斷的往下沉 所以我覺得 這個 福利的公式 就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你有需要的話 你就拿這個東西 套進去以色 裡面就可以算出 我上面講的這些 表哥 所以基本上的話 大概七二法則的這個 驗證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沒有過去 好 我們這個大戶挺一戶的活動呢 就是我們接下來要開始的 也希望大家就是 可以多多支持 這兩天我們可能卡板幫 就其他兩位care 就會先上文章 我會最後上這樣子 好 那再來的三個問題 我直接就是 計算給你看 第一個問題是 每年存3000 存10年會存到多少錢 好 那現在的話 就是直接打開這個 試算表格 直接算給大家看 每個月3000 你這邊輸入3000 然後 投資報酬率 如果是7%的話 10年 算出來結果是多少 51萬 你3000塊存10年 你居然連100萬都存不到 就是 也才多少 本金36萬 然後 投資的利息是5萬 所以這個數字 其實算起來算是蠻 蠻不吸引的 但是如果你把它 往上調一下 比如說調到10% 來看一下結果 欸 不一樣欸 大概多了好幾萬喔 所以你如果3000元 是投資在10%的這個 負利率的這個 年成長率的產品的話 其實你10年之內 你的本金36萬 就會變成了60萬 36萬會變成60萬 所以 這是還蠻厲害的 好 那我們回來看看剛剛講的 第二個題目 如果你每年 每個月存5000 每個月存5000塊錢的話 那你一年可以存到6萬 對吧 那你10年之後 會存到多少錢 這也是一個很有趣的議題喔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5000 我把它改一下喔 5000 按錯 5000 10年 7%好了 先從7%開始講 7%然後10年 到底多少呢 你可以拿到86萬 所以你5000塊 每個月存 其實你存了10年 連100萬都沒有 所以是也是蠻悲慘的啦 但是呢 如果你的投資金額 再犯一倍 比如說每個月 投資1萬塊錢 好 以7、8的年率率來講的話 走10年 你會存多少 172萬 172萬 可能連買房子的同期款 都還是有點困難的情況之下 但是它的數字都比其他的還要好 所以這其實驗證了一個 一個理念就是 你的錢要越大 滾出來的錢才會多 那如果10年 根本存不到500萬 那到底要存多久才存到 來 換一個數字 換20年 我們來看一下答案 這個答案你可以看到就是 哇 510萬 是不是 距離我們的570萬 就很近了 所以你只要再多努力一點 你如果 每個月存1萬塊錢到投資市場 連續20年都這樣做 每個月都投1萬塊錢進去 那麼你的確有可能在20年後 累積到500萬 那你就可以 就是比較輕鬆的退休了 但是呢 在這段時間真的你還要再付房貸 你還要再付車貸 還有這些信用貸款 你如果這些東西都做下去的話 你連錢都不用存 所以這個就是 魚與熊長不可兼得的 這個很經典的範例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這三個問題的答案我都已經算給你聽了 所以你應該要知道就是說 你自己的錢其實應該是要 基本上我覺得 你是應該要先賺到你自己本身的退休金 然後你接下來再去買房子 或是買車子 才會比較划算 因為你如果沒有本金support你的話 其實你要做其他的投資都是很辛苦一件事情 所以基本上呢就是這個樣子 好來 再來的話呢 這邊講到 當你每個月存一萬塊錢的話 你其實存了二十年 大概就會有五百多萬 所以這是一個長期抗戰 你也必須要非常的辛苦的去做這件事情 就是提供大家參考 那最後最後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 風寵谷的活動 目前正在如火如福的舉辦當中 如果你自己本身 沒有參加過這個活動 歡迎你來參加我們 我準備五千塊錢 就是撒給大家 請你一定要務必來參加活動 那如果你本身已經是風寵谷的救護 你已經上車了 但是你沒有回報 沒有關係 你這次還是有機會可以回報 然後呢 你有機會再拿到小氣三處的咖啡 就是再送你 也是鼓勵大家就是盡量開始多存錢 好吧 這五千塊就是要送給你 你們就是一定要拿 不然就很可惜 那再來的話就是我們的eToro活動呢 其實在下個禮拜會有一些有趣的活動 所以大家就是可以期待一下 但你還不知道eToro是什麼產品的話 你可以先來看我的這篇文章 我有比較詳細的介紹 那今天的整個直播的內容呢 我又重新做了一個整理 也希望你們大家就是可以用十分鐘的這個影片 然後來仔細的了解一下我今天講的內容 那就是希望下個禮拜我們可以正式順利的直播 那就是下禮拜見囉 我是寶可夢 掰掰